大花蜜头发 您不是说放生就是愚昧吗 不可以这么没礼貌 我 老教授 我们欢迎您来放生 是 欢迎您 愚昧的是我呀 一念地狱一念天堂 只要我们把握住当下的这一念真诚慈悲 过去的我们就不要再多想了 从现在起发心放生 一样功德无量 谢谢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你看看 这也是您佛缘身后啊 这个梦可真是当头棒喝 在猎人刀子过来的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我错了 因为你以前反对和阻挠人家放生 跟众生结下的冤仇太深太重了 所以菩萨慈悲用这个梦境来点醒你 你梦中的那个侨夫就是你的慈悲心 那个猎户就是众生的怨念 恶念的力量压过慈悲心 你施加给众生的冤屈痛苦 自然就绕回来 夹到你的头上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到底怎么了 那么肆无忌惮地反对放生 现在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啊 如果那些还在反对放生的人 也能像您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现在反对放生的人那么多呢 因为放生是最简单一行的消业障方法 我们累计多生以来 多少冤家债主 哪里肯让我们这么轻易地就消除业障 成就倒业 自然是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 混淆视听阻挠我们放生啊 我以前成天在电视里 宣扬错误的观念 加害众生真是罪过呀 老教授 只要我们从今天起积极地放生护生 同样功德无量的 首先我要承认我犯下的错误 不知有多少生命因我们受苦受难 今天我要声明 放生就是智慧 放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的良知 对呀 这位老教授觉悟了 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放生 我也觉得现在提倡放生很难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是末法时代 众生业障深重 福分越来越保 大多数人被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子走 把杀生害命当成是享受 把修善基辅看成是愚蠢 失去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放生的因果道理相当盛傲 被世俗偏见所阻碍的人们 对放生没有办法升起信心 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放生很快乐 要让更多的人也来放生 再说放生一定要很小心 不能随便放 有人把鳄鱼放到公园里的水池内 造成游远大众的轻荒 也有人把一些毒蛇 放到市区内的小山坡上 造成社区住户的恐惧 这样的放生一定会破坏社会的安定 自然被人反对 所以在发心放生前 要计划周向 这样被放的悟命才能继续活下去 天地万物都有灵性 哪有不知道感恩图报的 也许下辈子还得靠他来救我们呢 尽管放心的去放生 要知道种什么因 就一定能得什么果 放生就是救众生的命 要吃肉杀生就是害人家的命 恶因恶果 善因善报 跑不了的 所以解杀放生 功德无量无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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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放生的悟命 总是有些会在过程中死亡 对于这些死亡的悟命 我们抱什么态度呢 老法师告诉过我们 福报最大的 莫过于这些经过放生 归依 念佛一世之后 当天命中的众生了 相信他们能够及此 早日脱离三恶道 早日转生念佛修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殊胜因缘去哪里找啊 所以我们只管发慈悲心 救赎生命 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个生命着想 就算悟命 万一不幸死亡 也给予了这些众生无限的祝福 也算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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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